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史版 在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 而大禹治税却显为人知 那么大禹治水又和治税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大禹治水的过程又是治税的过程呢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睡事春秋第一集 大禹治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提起税收啊 大家并不陌生 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影随形 但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 咱们纳税人的钱究竟都用到了哪里 简单的说 税收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 比如说航强航空事业的发展 国防军队的建设 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直接关乎我们民生的 比如说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 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义务教育的提供 弱势群体的救助等等 这些个公共需要 单凭个人 甚至是某个团体的力量 是很难实现的 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强力支撑 税收如此重要 与我们的生活又是如此的密切 那么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追思不起源头啊 要从历史上一个著名人物 大鱼说起 大鱼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先祖 大鱼治水的故事在神州大帝广为流传 面对那场肆虐的洪水 我们的先祖是如何组织起 有限的人力物力抵御天灾 治水和税收又有什么关系呢 历史上很多神话传说 都提到过那场浩浩浩浩瘫漫天地的水灾 上书谣点是这样记载的 上上洪水风格荡荡淮山相邻 浩浩淘天下民其子 意思就是洪水泛滥 危害民众 包围了高山淹没了丘陵 天下民众都在愁哭探血 在这洪水蒙树的四灾下 五孤嵌守防导五塔 百姓们是衣食无作 居无尽数 面对着大自然的危害 我们的原始先祖们们是倍感无助 那么此时 谁能治理谁患 谁就是民众的大救情 面对滔滔的洪水 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摇地发出了 有谁能制服洪水的呼唤 经过商讨 众部落首领大都举荐 下部落的丘长滚来主持全国的治水工作 于是滚就成了治理洪水的第一任首长 在滚的带领下 各部组积极地投入到治理洪水的唯业之中 这一干就是九年了 治理洪水是一件费时耗力 但又关乎民生的大事 姚帝呢 也失踪地在枪挂着 九年后 他违派自己宣定的地位继承人 顺带行天子之之 到全国各地去巡视 可是顺带回来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九年过去了 洪水依旧泛滥 百姓是依旧苦难 看到这种情况 这顺是既心酸又恼怒 他一方面向姚帝建议 对治水不利的滚 实施责任追究 将其流放并诛杀于余山 那么另一方面呢 又向姚帝举讲滚的儿子 余来主管治水工作 余总结父亲滚 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 打算改变过去筑滴毒水的老办法 采取以疏通河道为主的新思路 这虽然是根治水患的良方 但是工程浩大 困难重重 神话传说中 鱼化作巨大的黑熊 开山披石疏通河道 那么现实世界中 鱼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驴是春秋爱了一篇 是这样记载的 鼓着龙门未开 吕梁未发 何处于梦门之上 大意逆流 吾有秋复高陵 尽皆灭之 明月洪水 这里所说的龙门 吕梁和梦门 指的是龙门山 吕梁山和梦门山 这三座山脉 位于现在的山西 和陕西境内的 黄河河道上 可见当时 这个洪水泛滥的重灾区 是在这龙门山 和吕梁山以上的 黄河中游地区 主要原因呢 是由于龙门未开 和吕梁未走 每当洪水到来 就会在这儿 几座山挡住去路 形成回流 造成河水上涨 从而泛滥成灾 这可怎么办呢 在实际砍查中 鱼和他的助手们发现 阻挡水路的龙门山 和吕梁山 都有一些自然的缺口 山体也很担保 是疏通水路的最佳位置 那么只要把这两个地方 凿开打通了 上游的洪水泛滥问题 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结局 但要疏通河道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山体虽然单薄 看那毕竟是坚硬的石头啊 而当时 治水大军中 手里窝的是什么工具呢 虽然也有少量的青铜制品 但主要是原始的落后的 木质和实质工具 既没有大型机械 也没有像炸药什么的 那么他们怎么能以这 坚硬的山体抗衡呢 但为了生存啊 我们的原始先民们 毅然决然向着治水主战场 龙门山进发了 他们用铜钳枣 用石厂挖 用木棍鞘 用石锤砸 用尽各种手段 挖山不治 但很多天过去了 结果呢 依旧是令人沮丧 这铜制工具也坏了 木制工具也断了 石制工具呢 也碎了 人还累倒了一片 但这工程的进展 十分缓慢 龙门山体 依旧是溃然一粒 夜深了 劳累了一天的人们 都在山洞里睡着了 大鱼呢 却仍端坐在石壁旁的篝火边 这眉头紧锁 枯似明显啊 这时薄仪走过来 劝说道 时候不早了 回洞里休息吧 鱼叹了一口气说 哎呀 好吧 你端水把那篝火浇灭 免得风起火散 烧着了山林 波仪呢 端起一份水 向篝火破去 由于用力过猛 水直接泼到了 烧热的石壁上 只听啪的一声响 山石裂开了缝 还撒落了一些小碎石 这鱼警觉中啊 自言自语道 山石裂了 这山石怎么就裂了呢 他下意识地站起身来 把身边的木材 大拔大拔地往篝火堆地扔 这不一会儿功夫 就燃起了汹汹大火 火光照亮了夜空 也烤红了石壁 这时鱼大声地对薄仪说 快向石壁泼水 这水稻之处 噼里啪啦一片响声 响声过后 两人举火查看 发现有裂缝的山石更多了 地上掉楼的碎石片也更多了 这鱼惊喜地叫道 我们找到开山批石的方法了 第二天 鱼救命所有的人上山砍柴 并把木材堆积在山石壁下燃烧 同时呢 他把水运到山石之上 先用泥土围堵起来 等山石下边的大火 把石壁烧红之后 再扒涂放水 这样一来呢 水石向移 热胀冷缩 坚硬的山石就崩裂脱落 按照这种方法 他们周而俯时 一火又一火 一遍又一遍 这龙门山石在人们切尔布舍中 一层层玻璃 龙门大开的时间一步步破惊 疏通河道的工程在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人们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就在鱼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治水工程被迫停滞 是什么原因能让工程难以继续 鱼又是如何化解危机的 河南省商修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 为您继续解读 系列节目 税事春秋第一集 大鱼治税 但就在这龙门工程进入冲刺的关键时刻 鱼发现出工的人数一天天在减少 并且出工的人也是有气无力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级告诉他又断粮了 此时与不仅回想起 父亲滚在治水的时候 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 当年滚治水事外 除了方法运用不当外 物资供应不上 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治水的初期 各部族还是踊跃捐住的 可是时间一长 治水效果又不明显 各部所捐的物资是越来越少 这治水大军的后勤保障出了问题 洪水智力便陷入了困境 也许有人会说 是顺派于前去治水的 那顺就应该保障好前方治水 说需要物资水供应啊 没吃的 那就让他赶尽派人送呗 这话是这么说呀 可当时处于原始社会的后期 生产力水平很低 私有财产也极其有限 而且各部罗之间呢 是协作的联盟关系 虽然是部罗首领 但还没有强有力的阻止管理权 遇到治理洪水 这么庞大的民生工程 如何筹集物资供应 说实在的 他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记载啊 当时参与治水的民众高达20多万 别说顺利的私有财产供应不了 即使动员各部族捐助 也难以解决 持久而稳定的物资供应问题 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 治水工作就难以为继 雨不禁仰天长坦 难道自己要重蹈父亲的负责 就在雨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 给了雨极大的启发 这一天 雨站在山顶 她看到一对蚂蚁 拖着食物 排着队 从她的脚边走过 看到此景 雨服下身子 用一根小木棍 将一只蚂蚁剥离了队伍 而后时间那只被分离出去的蚂蚁 着急忙慌的到处找粮 找到后又重新背起 回到了队伍当中 这鱼是若有所思 为什么连这小小的蚂蚁都知道同粮 并且还如此自觉游戏呢 这时候来到身边的后吉说道 恐怕也不全是自愿 据我所知 每个遗族都有一个遗后 这遗后身去血中定下规矩 这几个蚂蚁找来粮食不能毒用 要囤积起来供养遗后 这些蚂蚁若不运粮 以后没有足够的粮食 缠不下小蚂蚁 这遗族就要灭亡 说起来也都是为了整个遗族的生存 于沉思良久 而后豁然开朗 是啊 治理洪水既然是关乎各个部族生存的头等大事 那么治水的物资也不能单靠各部族自行捐助 应该根据基本需求 在各部族之间强制分担定期供应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水物资的供应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鱼的这个办法确实很好 但是要将治水的物资一下子分到天下所有的部族 也是不现实的 怎么办呢 经过考虑啊 大鱼决定将冀州作为誓言示范区 这鱼为什么会选择冀州作为誓言区呢 因为冀州啊 是顺序住的地方 这里的百姓教化相对较好 同时也是更重要的 当时治理洪水的主战场 龙门和梦门都处在冀州 最需要物资保障 这方案已经确定了 鱼马上辅助行动 在冀州治水物资筹筹的过程中 鱼刚开始采取了各部族平均分摊的方式 但是事实不久 不少部族呢 纷纷表示反对 原来啊 各个部族贫富程度不同 平均分摊的方法呢 相对于贫穷的部族 是显然不公平的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考虑到各个部族之间的贫富差距 鱼没有再采取一道七道平均分摊方式 而是根据各部族的物产来确定去缴什么 根据各部族土地的好坏 确定去缴多少 这就叫做平田定产 以贡富的名义另起缴纳 并强制执行 这叫开征贡富 贡富是中国早期的赋水形式 鱼通过开征贡富 有力的保障了治水所需的物资 然而鱼的这个措施很快遭到了抵制 那么鱼又是如何树立权威 把税收制度执行下去的呢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 为您继续解读系列节目 税势春秋第一集 大雨至税 从远古洪荒到现代文明 税如影随形 它见证了历史上的天灾战乱 以及王朝的新品 一部税史成为人类历史的缩影 税起源于何时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历史上的税有哪些 大雨治水 齐皇宫称霸 汉武帝开拓边疆 和治税有怎样的关联 茫茫改制王国 李自成起意失败和税收又有什么关系 河南省商丘市国税局局长刘一峰 为您解读 税是春秋 这种根据各部族贫富差距 强制共府的办法 很好地解决了治水过程中的物质供应问题 那么从此以后 与治水推进到哪里 他就把平田定场开征共府的办法推进到哪里 物质供应问题解决后 开山提使疏通水路的工程继续往前推进 一段时间后 这龙门孟门和三门侠相继被凿开 洪水由此奔腾而下 以泄迁 这上游的百姓终于摆脱了水患之苦 书道之法获得了孔前的成功 于欧勤力学十三年 三国家门而不如 终于完成了对九州之内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 把四月的洪水引向了大海 使汪洋变成了凉权 天下进入到太平安定时期 鱼治水成功了 现在看来成功的秘诀 除了思路方法正确之外 最重要就是通过供服的手段 很好地解决了治水说需的庞大物质供应问题 而平田定产征收供服的方式 正是以相对公平的差别征税标准 强制无偿征收 具有了税收的特征 所以说 鱼治水的过程 首先是治税的过程 治好水的根源 就在于首先治好了税 因为治水有功 鱼济顺之后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 被人们称为大鱼 极伟大的鱼 在治水过程中 大鱼体会到税收的重要性 在他建立的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朝代 夏朝中 税收成为他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他改进了治水期间分摊纳供的办法 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和特产等因素 推行任土做供的税收制度 然而 他的这项制度却遭到了灵气 但是大鱼推行的任土做供 是一种强制性的利益分割 从个体上讲具有无偿性 被征收者往往不会自决自愿 所以偷逃税收 甚至抗税不缴 也是在所难免 这其中有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便是当时的一个部落首领 名叫房峰市 那么作为部落丘长 房峰市为什么敢公然抗税 挑战大鱼的权威呢 分析起来 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房峰市部落 当时居住在金 浙江得清井内 在乾当江的北岸 大鱼治水的恩泽并没有汇集到他们 如今却要向他们征税 房峰市心中不愿意是自然的了 其次呢 房峰市认为 一强各部组都是自有自愿的拿工 没有标准 更没有强制 你现在呢 被强制征收 自然不习惯 这房峰市公然抗税的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是对大鱼管制不服的一种抗争 大鱼是在击败这个三鸟之后啊 才把房峰市这些南方部组纳入到管辖防卫的 所以房峰市还不习惯 不服从被大鱼 罚好施令 所以房峰市抗税 实际上是对大鱼管制的不服气 一个坚持要征 一个抗拒部角 管理与被管理出现了僵持的局面 而且大鱼发现了 这种僵持的负面效应很大 受此影响 偷逃共赴的房国部落是越来越多 国家权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 也为了整治共赴纪律 大鱼啊 决定在浙江韶兴的茅山 召开共赴审计大会 这行程一令 大鱼立即下令 要求九州各部按时到茅山朝外 先到着尤赏 后来的必法 这号令一处 大多诸侯市日夜间称直奔茅山 但这房峰市呢 却依然是我行我索 既不不交说欠的共赴 也不出席会议 大鱼三分无次的派人去催情 房峰市这才山山日来 房峰市终于到了 大鱼赤问道 你为何山山来迟啊 房峰市蛮不在乎 我住的地方山路齐居 道路难行 况且只不过是耽误了几天时间罢了 大王何必动路啊 大鱼是抢压弄火呀 其他部族都按时缴纳了共赴 你为何拖欠不缴 房峰市写着眼睛说 我们部落连年受灾 没有能力缴纳呀 大鱼反问道 你邻近的部落都没有受灾 怎么未读你的部落连年受灾呢 房峰市狡辩道 我们的部落在河的下游 大王林疏通河道 把上游的水都排到我们下游来了 所以我们连年受灾呀 大鱼是勃然大怒 岂有此理 不但呛供 还百般狡辩 如果都和你一样 那我大夏王朝如何长治久安呢 大夏王朝 什么大夏王朝 和我们有关系吗 我们本来是自由自在的 现在被你管 还要纳税 我们就是不想要 现在你是公然抗共 看来不给你的颜色是不行了 大鱼立声道 什么颜色 难道大王还敢杀了我不成 你说对了 本王就是要杀了你一阵刚进 来人 就这样 在势不良力的情况下 大鱼果断下令将防风市当场斩赏 于是啊 这邱长防风市变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税收丢掉姓名的人 这个故事在韩非子诗写中有明确的记载 为了纪念这次会议的召开 大鱼还下令将毛山改名为会计山 从税收角度讲 会计啊 就是会计和税查的合议 斩杀防风市 在诸侯纷争中 明相管仲又是如何运用税收手段激励百姓生产 实现富民强国 助推齐桓公成就第一霸业的呢 好 今天这一讲先到这儿 敬请关注下一讲 管仲治税 齐桓公在位期间 齐国以民赴国强的雄厚实力称霸诸侯 而这一切与民向管仲所推行的经济税收改革密切相关 但管仲此前竟是一名暗杀齐桓公的刺客 他究竟是如何摆脱死罪 转而辅佐齐桓公成就归黄霸业的呢 河南省商修市国税局局长刘一峰 明日将为你讲述 管仲治税